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 當然啦 你知道我們剛剛要上任的時候 我爸爸就跟我講說要做好吃嘛 我覺得 我沒有對不起爸爸 那 面對這麼 這個高張力 和大家這麼關注 而且其實對人民生活 這麼息息相關的一個 政策的責任啦 我認為 一種是說反正我們 覺得這個做法是對的 我們就努力的 讓地方政府 讓中央政府 讓民間 大家一起多努力來做啦 我的想法是說 我也珍惜有這樣的機會 來 我不能講說 什麼展現自己的專業或怎麼樣 我覺得倒不是 而是說 幫社會解決問題 幫國家解決問題 因為 其實 我的態度都會是很單純的啦 就是說 這些問題就是要被解決 那 越到這邊來越懂得 或越知道說 自己不夠 自己的能力沒有那麼好 要很謙虛 但是呢 要堅持 OK 就是在謙虛和堅持之間 你必須要是 堅持的部分 還是要繼續堅持下去 但是你可以不斷地修正 不斷地去調整 甚至不斷地去準備啦 所以我覺得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底下 這樣的環境底下 當政務官 其實很辛苦啦 其實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都沒什麼好 好抱怨的 反過來講是說 老天爺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和責任 好房網 帶你聰明買好房 想住哪 就住哪 挑選理想區域 這樣多少幫你整理好 找出低於實價登陸好房 加LINE想先看最新破盤價 您想要的房子都在 好房網 快加入聰明買好房 那 台灣真的不能再等 在這些議題底下 真的沒有太多等的機會了啦 二三十年前 有一波房地產的炒作問題 那時候當然有那時候的 使用背景做了這樣的事情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節骨眼 的問題不是只有房市的問題 那房子老舊問題 因為這二三十年的延宕 砰啊變得好嚴重 OK 所以在我的心態上面 我們更是要去面對說 我們怎麼去均衡各方的期待和需求 OK 要了解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說 房地產市場或者是房價這個議題 現在只能軟著陸 他是唯一的解 沒有 沒有什麼好多說的 因為你讓他硬著陸 杜庚就垮 這很嚴肅啊 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而不是說你打房 你把房價打趴了 你很正義 絕對不能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資格 沒有條件 應該說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條件 去讓房價突然間crash 但是我們應該讓他soft landing 軟著陸 在這個過程 都庚和整個市場的調節 可以順勢的往前走 租屋市場可以漲起來 都庚可以 微老可以順利推 那在這個軟著陸 可能五年可能十年的過程 我們讓政府和市場 解決居住問題的能力變好 這就是至少在我心裡面 這叫做唯一的solution 其他的都叫做雜音 這叫做noise 就是雜音 因為這不能講說不食人間煙火 而是在於說 國家面對的問題是這麼的嚴峻 所以你得均衡 你得全面的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這個位置 我們只好當個中流砥柱頂在那邊 管你外面怎麼風吹雨打 反正就是走這條路啦 就對了啦 時間到了應該會有一些成績出來 所以說 華爸爸 華老師 華市長 說實在話 我心裡面其實風平浪靜 我倒沒有說 好像應該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唯一可能比較遺憾的是說 沒有寒暑 華爸爸沒有辦法帶孩子出去玩 華教授不可以去流浪 因為必須要來這邊做華市長 但是我覺得三年多了 那個感覺我也已經忘了 剛上任的時候我是很有感 寒假了 暑假了 孩子們也會很有感啊 爸爸我們要去哪裡玩 但是我說不好意思 沒辦法 那個時候很有感 但是三年多其實自己也進入到這個情境其實都還好啦 所以說我覺得還是回到我剛剛一開始講那句話 三年半前 我爸爸講的那句話 我覺得我沒有對不起他 洪露